男人离过婚,要想再婚,大多数会娶到这三种女人 大家都知道男人多半不会选择去娶离过婚的女人 同样女人在选择未来伴侣时,也会选择一个和他一样没结过婚的人 那么女人们会因为哪些原因嫁给一个离过婚的男人呢? 一,追逐爱情的女人,这大概是最为浪漫的原因吧 也是在现实中最为稀扫,最为可贵的原因 爱情是多少人都渴望着拥有的呀 如果遇到了她,有多少人狠心将她抛弃,错过一段美好的姻缘呢? 中国有那么多人,我们能够找到自己爱的伴侣是多么不容易 如果一个女孩子,她遇到一个男人,他们俩性格相合 相处和谐且舒服,有共同的兴趣与爱好 她甚至觉得她就是她命中注定的另一半 她会仅仅因为她离过婚就选择放弃吗?显然不会 爱情的魅力少有人能阻挡 如果一个离过婚的男人,能在第二次婚姻中娶到真心爱她的人,真的再幸福不过了 二,喜爱金钱的女人 钱的吸引力应该是很大的吧 很多女孩三观不对 为了钱可以出卖自己的灵魂,身体去当小三 现如今只要嫁给一个有钱的男人,不用当小三 她离过婚又算什么 只要嫁给她,吃喝不愁,想买什么买什么,想去哪就去哪 甚至不用辛辛苦苦去工作 这样的日子对于他们来说,怕是不能再好了吧 就为了一个钱字,尊严算什么,骨气算什么 是不是为了钱干出各种事情的例子多了 离过婚的男人们真应该擦亮双眼看清楚 你即将要娶的女人到底是因为什么和你在一起 三,自身有缺陷的女人 女生会因为自身原因无法嫁给更好条件的人 他们基本上就会嫁给离过婚的男人 比如说这个女生她年纪大了,成为圣女,长得特别丑 身体有残疾,同样是离过婚 毕竟如果一个女孩子,她正常且没结过婚 她有着大把美好的青春与时光 她为什么不去追寻条件更好的人呢 当然离过婚的男人也有很多条件好 羞羞且没有孩子的 但是女孩子可能会起义 你们离婚的原因是什么 你这么好,为什么还会离婚 如果是因为女方,那么证明你当时眼光也不够好 你也不是那么优秀 又或者是你处理问题方面存在问题 除了怕关系复杂 男方有孩子会成为累赘 女孩子也会担心男方那些隐藏面 会影响自己未来的生活 所以如果一个女生自身就有缺陷 无法嫁给更好的人 可能就会嫁给离过婚的男人吧 以上就是小编总结的原因 那些追逐爱情喜爱金钱 自身有缺憾的女人会选择嫁给一个离过婚的男人 现实总是残酷的 爱情更是难寻 可只要发现了 便会让人追寻爱情的女孩紧紧握住 不仅现实原因种种阻拦 钱更是能让某些女孩奋不顾身 让她们只顾追逐金钱的快乐 不考虑自己长远的未来 自己在未来是否真的会过得开心 因为自身的种种原因 嫁不到条件好的人 后来也只能凑合嫁了 离过婚的男人们要看清楚 自己所娶到的女人 到底是因为哪些原因嫁给自己